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的课程中。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对Lesson Neuf做一个整体的复习。 那这一课里面大大小小的语法点都比较多, 所以我们重点的针对语法来做一个整体复习。 那首先呢,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学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 那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变位。 变位方式呢,是需要记熟的。 那这两个词,一个是apprendre, 另外一个是sère,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遍。 首先是动词apprendre的变位。 j'apprend,tu apprend,il apprend,elle apprend。 nous apprenons,vous apprenez,ils apprennent,elles apprennent。 注意一下,nous apprenons和vous apprenez这里的发音, 因为是在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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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的结构里面发的是 亲的那个e的音。 nous apprenons,vous apprenez,ils apprennent,elles apprennent。 bon affaire呢? je fait,tu fait,il fait,elle fait. nous faisons,vous fait,il font,elles font. oui,je fait,tu fait,il fait,elle fait. nous faisons,vous fait,il font,elles font. 那这两个词啊,尤其是faire这个词, 如果变位还是做不出来的话呢, 老师就要叫你去罚站咯。 那在搞定了这两个动词的变位以后啊, 我们在这一课里面还新学了一个借词, 那就是on这个借词。 它的使用方法呢,主要有两种, 首先它可以放在地点名词前面, 那用来表示在某个地方。 那我们学到的呢, 用在一些国家前面比较多,对吧? on sin,on france,on espagne等等。 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用法呢, 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一种状态处境, 也就是说我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就可以用借词on来表达。 那我们结合课文呢, 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je suis en première année, 我现在呢,是在读一年级, je suis en première année, 或者je suis en second année, troisième année,等等。 这个呢,用我们的叙述词继续往后面数, 都是可以的。 那从这句话里面呢, 就引出了我们这一节课的另外一个语发点了, 那就是叙述词。 那繁语里的叙述词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要记住一个词尾, 那就是e-e-m-e, 什么什么em, 把它加在本来的基数词后面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叙述词了。 嗯,那除了两个, 哪两个呢? 那就是第一和第二, 它们是比较特殊的, 有自己特定的评写方式, 而且还是有阴阳性变化的。 所以第一是premier, premier, 第二, second, second. 好,那除了第一第二之外呢, 其他的啊, 基本上都是直接加em就可以了。 但是其中也有两个需要注意一下的, 就是第五, 第九, 它们的评写呢, 会有一点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cinqem要多加一个u, neviem, 原本的f要变成v, 嗯, 这两个是在拼写上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那如果这个基数词, 它本身是以e结尾的, 比如get, 次, 那如果要变成叙述词呢, 别忘了先去掉结尾的e, 再加上em, getiem, 这个呢, 就是法语的叙述词了。 我们记住这几点, 那叙述词这个语发点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即使之后我们再会学到更多的基数词, 那都用这个规律去套, 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法语当中省略贯词的情况。 这一点啊, 我们在这一课的第一个课词里面就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但是后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补充的, 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总结的复习。 那首先呢, 法语里面省略贯词的情况主要有哪几种? 第一, 当名词前面, 还有其他的限定词时。 那我们现在学了哪几种限定词了呢? 除了贯词之外, 还有主有形容词, 这一类的主有形容词也是属于限定词。 还有呢, 有一个指示形容词, 也就是这个, 那个, 这个sue, 那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sue, sette, sue, 还有一个, sue, 对吧? 这个是指示形容词, 它也是属于限定词的一种, 以及还有数词。 不过要注意了, 在这一条省略贯词的规则里面呢, 数词是除外的, 也就是说, 数词其实它是可以和贯词联用的, 比如当时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著名的小说三个火枪手, les trois muscetaires, 三个火枪手, 就是定贯词和数词联用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第一点啊, 我们还是要再理解一下, 名词前面, 有其他限定词的时候呢, 一般都不需要贯词了, 但是贯词可以和数词联用。 嗯, 这就是关于省略贯词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当名词, 做表语, 表明身份或者国籍的时候, 也是不需要, 或者说是不能够加贯词的, 不能够加贯词的。 所以呢, 我们学到现在啊, 像我是中国人, 如果有人还是说, 那我们今天罚战的大军里面要多一元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和我们刚刚学到的借词on有关系, 那就是on后面的名词一般都是不加贯词的。 那其实在一些动词借词的具体用法里面啊,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不加贯词或者一定要加贯词这种情况呢, 要跟着动词走, 所以呢, 我们在之后的学习当中也要注意积累和记录。 今天呢, 我们就先记住on后面的名词, 一般是不加贯词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点, 这个借词de引导的名词做补语表性质的时候, 那也就是我们之前学到的像一个法语老师, Professor de Francais, 中文系, Le Département de Chinois。 嗯, 这一类的表达, 因为后面的Francais和Chinois, 在这里呢, 都是用来表示前面名词的性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不需要贯词的。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几个词组来理解。 而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补充上的了, 我们在这一课里面新学了两个副词短语, 很多, 很少, 再来回忆一下, 很多是不顾的, 很少, 一点儿, un peu de, 那这两个副词短语呢, 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很实用的, 那他们后面所跟的名词呢, 首先, 我们要用复数的形式, 当然这是针对可数名词了, 之后我们会讲到不可数名词, 但它就没有复数形式了, 如果是可数名词的话呢, 不顾的, un peu de, 后面的名词是要用复数的形式的, 因为不管是很多, 还是一点儿, 至少都是比一个多, 对吧, 那其次呢, 这个名词也是不要加贯词的, 所以我们在课文里面有学到, 很多学生, beaucoup d'étudiant, 或者呢, 我做很多练习, 那反过来也可以说一点儿, 比较少的, un peu d'étudiant, un peu d'exercice,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也可以记一下, 好, 那这几条我们都复习完以后呢, 再回去总体的看一下, 这些法语当中, 省略惯词的情况, 那其实这几条规则啊, 如果同学们光去看它啊, 或者背规则, 嗯, 会不会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呢, 这一类的总结的情况呢, 看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抽象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记忆它呢, 还是最好以例句和表达, 或者一些词组为切入点, 你把这一些例句表达记住了, 把这些常用的情况都搞定了, 那这几个点呢, 基本上你就掌握了, 也可以由此几笔, 从这个推到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只要能够掌握这一些最常见的用法, 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出错,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不用说一定要去背这一些规则, 还是要以实用为主, 那这一点呢, 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下面要复习到的这个语法点, 那就是中读人称代词, 那首先呢, 法语里的八个中读人称代词是什么, 这个是需要背的哦, 一定要背出来, 是哪八个呢, 回忆一下, 第一人称单数的, 第二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单数, 和 没有第四人称单数啊, 那第一人称副数呢, 第二人称副数, 第三人称副数, 那注意这里的L呢, 就是要加S的了, 这八个中读人称代词, 其实也是非常好记的, 那他们的使用方式呢, 那就像雷老师刚才讲的那样, 光记规则没有什么用, 最好的办法呢, 是带着例句或者例词一起去记忆, 比如说, 第一点, 中读人称代词可以做同位语, 用来强调主语, 那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比较简单的例句, Mua, Je suis Léonie, 我妈, 我是 Léonie, Lui, I le doctor, Tama, 她是一名演员, 嗯, 记住这两个句子啊, 那这第一点你基本也就掌握了, 那接下来的第二点呢, 他说的是在做表语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称代词做表语呢, 我们也要用到它的中读形式, 那最典型的呢, 就是在se这样的句式里, 嗯, 比如说可以这样来一个对话, Gues, 谁呀, Cemua, 是我呀, 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像狼和小羊里面的情节啊, Gues, Cemua, 接下来呢, 在借词的后面, 我们也要用到中读人称代词, 那同学们呢, 就可以记住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一句很浪漫的, 我想你, Je pense à toi, Je pense à toi, 我想你, 好, 那最后一点呢, 中读人称代词可以用在省略句里, 那什么是省略句呢, 我们可以记住这一句, Mua, Je vais bien, Et vous, 嗯, 这第一个Mua呢, 就是做的同位语, 对吧, 我妈, 我最近过得很好, Je vais bien, Et vous, 那您呢, 这里的Vu, 就是在一个省略句当中, 嗯, Et vous, 您过得怎么样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一颗课文的学习当中啊, 也比较完整的看了指示代词, Ce的一些用法, 这个指示代词呢, 不管从意义还是实用上来说, 都是比较简单的, 反正指的就是这个, Ce, 什么什么, Ce livre, 这本书, Cette fille, 这个女孩, 嗯, C'est garçon, 这些男孩, 等等, 那唯一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 如果他所限定的名词, 是以原音或者哑音二十开头的, 阳性单数名词, 比如说homme, 男人, 就是以哑音二十开头的, 那这个时候呢, 原本应该用阳性单数的形式, 对吧, 但是为了发音的方便呢, 他会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变成C-U-D, 和后面的词呢, 也会有一个连诵, 所以, 这个男人就是Cetum, Cetum, 嗯, 那可以看得出来, 也是为了发音, 不让两个原音碰在一起, 对吧, Cetum,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书本翻到第六十页, 这里有一个point important, 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一个需要补充的知识点, 在我们这一节课的最后一个课时的最后, 一起来看一下, 那按照我们课本的设置呢, 这一课的重点应该是贯词的使用, 也就是定贯词, 不定贯词的概念, 以及它们的使用, 但是其实这个语发点, 我们早就已经学到了, 因此呢, 这里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 我们先听这里, point important的录音, 好,听完录音以后呢, 那我们会发现这几句话的意思上面,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后面也有英语的对比, 那我们要补充的是哪里呢, 就是这一些句子当中的, vois, voila,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非常的常用, vois, voila, 首先词性, 它们是两个借词, 那意思上呢, 表达的是这里, 这就是, 或者那里, 那就是, vois, 这里, voila, 那里,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几个例句啊, 首先是vois, 表示这就是, 或者下面就是, 比如说, vois, Pierre, 这就是Pierre, vois, mon bureau,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 vois, mon discours, 这里呢, 意思稍微有一点改变, 就是以下是我的演讲, vois, mon discours, 那voila呢, 用法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 voila, ma voiture, 那就是我的车, voila, dicassette, 那些呢, 就是磁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和英语的对比啊, 用的也是, this is, 这就是, 那就是, 那其实呢, 那在现代法语里面, 这个voila的用法, 会比vois更加的广泛一些, 甚至有一些时候啊, 是可以代替vois的, 比如我们之前曾经欣赏过一首很可爱的伪法语歌, 富代发法, 里面就有一句, voila, mon passport, 这是我的护照, voila, mon passport, 那其实它就是拿在手上了, 这里呢, voila, 就是代替了vois, 所以voila的用法会更多一些, 而且呢, 这个voila还会单独的使用, 比较口语的一个表达, 表示, 嗯, 好了, 做完了, 嗯, 这个事情我搞定了, voila, 嗯, 还要加上这样的一种语气啊, voila, 我搞定了, 而且呢, 想留你老师每一次在一节课的最后, 也经常会说, voila,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voila, 就是这样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因此呢, 这个vois和voila的用法, 我们可以在最后补充一下,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用法了, 那我们再看课本上啊, 其实有两种不太一样的表达, 一个是vois un livre, 还有一个set un livre, 其实如果用英语来解释的话, 都是this is a book, 对吗, 那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那其实呢, 意思上来看啊, 差不多有一些轻微的区别, 如果你说set un livre, 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描述啦, 嗯, 这是一本书嘛, 这不是别的东西, 它是一本书, 而如果用vois呢, 就有一种看, 这是一本书, 哎, 你过来看, 这里是一本书, 这样的一个意思, 哎, 就是说, 你想让某某人看一个地方, 或者看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用vois呢, 这种动态的感觉更强一些, 所以呢, 它在日常生活里面出现的频率, 也比较高一点, 那这个就是vois, vois là, 和set的一些简单的区别啦, bon, vois là,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那先学现用啦,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à la prochaine,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是这东西, Revie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